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很多眷村纷纷的改头换面 变身成民众流连忘返的美丽的文创空间 像是位在中西新村的小花园梦想生活家 它就是由眷村的宿舍改造而成的民宿 那在中西新村本身的新创居住也非常的精彩 今天就让歐瑪带大家一起去逛逛吧 东西新村位于南投市 那它也是台湾第一个采英国新市政设计理念 规划成办公跟住宿合一的田园市行政社区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街道是非常的宽广 然后两旁也有浓浓的树印 而且随处都可以看到公园绿地 那活有名色市区的味道 中西新村在成吉二十一年后 由经纪部协助在地青创业者 向国发会成租空屋 组成文化创意聚落 十二家业者中有无菜单料理 眷村家香菜 咖啡厅 面包房 茶饮点心店 及艺文策展空间等 游客也可以乘租协力车 畅游在中西新村里面 深入了解省府文化聚落 今天要介绍的这间小花园生活梦想家 是中西新村第一间合法民宿 也是创生聚落计划的成员之一 有五个共同想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合资 针对省府宿舍就有的空间与特色 重新打造规划 赋予老宿舍截然不同的生命力 民宿内外充满着绿意 真的是每个人梦想中的花园 花园中的庭院可以办活动 如依不同季节推出的主题餐桌 或客制化的游城 民宿内也有推出小型书店的空间 让游客免费阅读 藉由这些不同的互动方式 让旅客来每次都有一些不同新的体验 轻松自在的氛围更有家的感觉 目前中兴新村由国发会管理 由医院回乡创业的年轻人 皆可提出申请 南投市政府也会提供相关的清创贷款 让业者活化这些老旧空间 而且目前中兴大学正在规划 将部分校区搬进中兴新村 未来有机会进来4000名师生 将更全面带动中兴新村整体发展 但是目前的中兴新村 它的第一批业者进驻之后呢 其实目前看起来的效果都不错 不论是在平日或是假日呢 都有一定的人潮在逛街在消费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未来也期待有更多更好的业者 会被吸引然后进驻进来 所以下次经过南投的时候呢 不妨开车进去中兴新村绕一绕 然后去体验一下浓厚的眷村气息 那今天就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ar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我们下期再见